六年前的宣傳單都還沒丟 綠島兩天一夜行程 和交通住宿砸一萬七 但還沒出發 旅行社卻先倒閉 其實是非常惡意的 因為明明知道 他已經快倒閉了 但是還是一直在收 消費者的一個旅費 我覺得蠻不合理的啦 那等於說是叫我們自己認賠嘛 找不到業者 消保官也幫不上忙 上萬塊團費逃不回來 楊先生說 2018年在旅展購入一家六口行程 因為疫情影響 幾度展延到二零二二年底 沒想到同年九月 飛魚假期旅行社無預警倒閉 旅客找平保協會申訴 苦等一年多 竟然只要回兩千三 真的有點傻眼 因為受害者大概有七八百個人 所以用平均分擔這種方式 承辦人有跟我講說 聽說有些人可能只有幾百塊 甚至幾十塊而已 如果還有剩餘的話 我們自己可以去求償 但是這些我們要跟誰求償 我們現在也不知道 不過以業者立場來看 當初的宣傳單也有寫明 飛魚假期屬於一種旅行社 保兩百萬旅则險符合法規最低標準 偏偏當時銷售數量遠超過保險金額 很難全額討回 目前統計到應該也將近快要到兩千萬台幣 左右的團費受損的金額 那但是保險公司保額只有理賠到兩百萬 理賠率大概在差不多百分之十四十五左右 理賠單一旦繳回等於全部認賠 到底簽不簽讓旅客兩難 但倒閉畢竟是特殊狀況 一般買旅遊行程發現誇大不實 圖文不符等爭議 還是能透過平保協會申訴 別浪費自己的權益 三連新聞高冠宣 鄭家宣 台北報導